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ARM时区撇至一旁 都感到了气氛中某种微妙的变化 骁龙八致钻板彻底和ARM共版架构分手 采用自研的Orient架构CPU 由于之前用于电脑上的高通骁龙X Elite也叫Orient架构 所以这次手机上的被高通称之为第二代定制Orient 这次全新的Orient CPU 包括名为Orient L的两个超级内核 频率高达4.32GHz 这个可以说是桌面处理器的水平了 高通的原话是 安卓阵营任何其他内核都无法与之相比 而另外6个性能内核名为Orient M 频率高达3.53GHz 也非常惊人 此时会看骁龙八Gen3 1加5加2的架构设计 你会发现 骁龙八致钻板从原来的三重级 改成了和苹果A系列处理器相似的 两个独立的CPU促设计 并且 骁龙八致钻板的CPU促个采用12M L2缓存 专门与CPU紧密偶合 L2缓存越大 处理器访问L2缓存的概率就越高 从而提高处理器的性能 总计达到24M的大缓存 可能让骁龙八致钻板觉得不要L3缓存也行 索性去掉了 不难看出 不管是CPU促的设计上 还是缓存思路上 高通似乎都有些学习苹果A系的意思 等各家的量产机出来后 高通这种换了思路的打法是占究竟如何 还挺让人期待的 GPU方面 骁龙八致钻板升级到了最新的Adreno 830 并且和CPU一样 这次也是缓存不要前世的塞了个12兆的大缓存 好家伙 这是什么骁龙八致钻板X3D 加大缓存的好处显而易见 众所周知 在进行图形渲染时 需要不断地去搬运图形数据 所以免不了要和内存进行交互 频繁访问内存会显著增加功耗 而GPU有了大缓存 不仅性能效率得到提升 还能因大幅减少对内存的访问而降低能耗 官方表示 相较于上一代在性能上市线了40%的提升 同时功耗也降低了40% 另外在游戏场景比较看重的光线追踪性能方面 也有高达35%的性能提升 除此之外 作为一套完整的移动平台 骁龙八致钻板的其他方面也迎来显著升级 比如高通AI引擎的核心Hexagon NPU 现在向量加速器有6个核心 标量加速器有8个核心 用来满足生成是AI运算不断增长的需求 从性能上开升级后的NPU与前代相比推理速度提升了45% 每瓦性能表现提升了45% 而在基于骁龙八致钻板运行的多模态助手方面 背后将支持更多模型运作 包括LMN LL-DAN LVM和ASR等 除此之外 根据极客弯和高通工作人员深度交流后的说法 骁龙八致钻板这次在网页浏览器上的提升是巨大的 根据测试可以看到 对比之前8Gen3的16.9分 换上自眼架构和大缓存的骁龙八致钻板 能达到32.8分 接近苹果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其实像主流的混合开发应用都会涉及到浏览机网页性能 比如我们平常购物 买外卖 这些吃的都是网页端的性能 所以Web的性能翻倍 意味着日常体验性能翻倍 当然你也可以说Web提供了更多的广告性能 好呢 说了这么多技术方面的提升和改进 实际表现到底如何 根据大佬极客万拿到的工程机的测试结果 骁龙八致钻板的核心面积为124.1平方毫米 CPU性能 根据Geekbench 6极限测试 单核3242 超过天玑9400 接近苹果 多核105-21 目前首个破万 没有对手 CPU能效 整体超越苹果A18 Pro和天玑9400 低频能效直屏苹果A18 Pro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图片中可以得出 骁龙八致钻在功耗9瓦左右的情况下 就能达到天玑9400峰值性能 GPU能效 十分接近天玑9400 领先苹果A18 Pro 游戏实测 原神864P满帧功耗4.5瓦 813P的天玑9400是4.6瓦 星穷铁道整机功耗6.2瓦 和竞争对手天玑9400的6.0瓦在播种之间 明朝58.4真功耗5.3瓦 能效率为优于天玑9400和苹果A18 Pro 总的来说 这台工程机上的骁龙八致钻板的性能和能效 还是很能打的 但是 工程机之所以叫工程机 一个是芯片特敲 一个是内存高频 如果拒掉这两个因素 量产机可能跟工程机会有10%左右的能效差距 所以具体还是得以真机为准 据知名报料人士数码闲聊战透露 消灭 荣耀 ITU 摩托罗拉 尼比亚 一加 DOTO 红魔 Renme 真Warion 三星 Nio 华手 中兴GT等14大品牌都将首批发布 骁龙八至尊版新机 第一波骁龙八至尊版新机在10月底问世 目前 荣耀Magic 7系列已经官宣将于10月30日发布 一架13的发布会则定于10月31日 小米在此次的骁龙风华2024上也官宣了 小米15系列 并表示将全球首发骁龙八至尊版 发布会时间应该在10月30日之前 此外 IP513也将在10月底发布 具体时间在未公布 这也是一款骁龙八至尊版新机 随着各大品牌纷纷宣布将退出搭载骁龙八 Eleth的新机 一场旗舰手机的性能大战机将拉开尾幕 今年这场新机潮 注定会充满看点 关于骁龙八Eleth新机的详情 Jeffrey回头再和大家聊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继续关注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骁龙八Eleth还有什么期待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